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期權報局,又是我Marco和大家分析市況 今天的市場比較悶,坦白說,成交只有1200億 而二哥市,近期來說,如果你看恆生指數圖,大約是2800億至2800億 上下徘徊,比一條五十天平均線,即是藍色的一條石壓住 你看期指圖的情況差不多,只不過期指數字的位置有點不同 大約是2800億至2800億,上下徘徊 在這些雜幅的市況來說,我自己覺得是很難交易的 可能我會避免做交易的 大家都知道我自己來說,傾向是偏是看淡的 但偏是看淡的,上個星期我嘗試搏那一轉,止蝕了,搏得不好 所以,今次來說,就算是想搏的話,我都是傾向是 偷去反彈,找一個相對性比較近的指示 或者搏過市場去搏去 你說看淡的,最主要原因的就是,近期來說 開始比人多說的就是兩大問題 第一就是,美國開始說通脹的問題 那麼,大家開始看,美國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就會有收水的情況出現 那麼,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就是,看到近期環球資產來說 在香港,虛擬貨幣,尤其是比特幣開始有一個叫做 叫做,見頂跌的跡象 那麼,比特幣為什麼跌? 是因為你看到是,無論中國或者美國 都開始加強打擊相關的東西 那麼,之前我也有說過就是,如果 當環球那些資金 就是我自己覺得,之前短炒的資金來講 其實有很多在比特幣那方面來講,贏錢的 但是,如果比特幣或者其他那些虛擬貨幣來講 有一個比較,開始一個比較強的調整的情況下來講 當中呢,會是在股市來講,也都會在抽走部分資金 因為之前的人贏錢的情況下來講 他在扣入部分資金的股市 相反,如果那些虛擬貨幣跌的話 也都某程度上,我覺得有機會拖累環球的股市 所以來講,等等這些原因 我覺得不排除那個市會受到影響 因此,我就相對性來講,比較保守一點點 但是,那個問題是,那個市近期來講 你見到是相對性來講,在一個叫做 雜幅的區間培會 期間兩萬八,至到兩萬八千五附近,動來動去 如果在一個這樣的牛皮市情況下來講 其實,你向下追突破,就真的容易中伏的 所以,我自己來講,就比較傾向 先留意著,先留意著那個阻力位 哪一個阻力位 基本上,5月18日、星期二 上個星期二的頂位,是最近的阻力位 28528點 在上個星期四期,也曾經試過這個位置 2005、200是其中一個位重要 另外,一個位比較重要的就是 5月10日,星期一,28753 這一個位,我覺得都重要的 我會把這個位置,在一個叫做阻力的區域 2005、200,至28753,是一個阻力區域 我會傾向,如果找位去做淡的話 就找這個,叫做阻力區域 這個area,附近這些位置 去找位去做淡倉 萬一,萬一,萬一,萬一 市在這些位置,去找位做淡倉的話 如果市向下跌,就固然好 如果向下跌,希望它跌穿了 它今天的頂位,就朝著向下對穿 大約27500,這些叫做相抵支持的位置 希望,但如果它不向下跌 向上跌,即是看錯了 我都會指折的 指折位,基本上我會放在2005、200 這個位置 剛才所說,阻力區域是2005、200 至2753,這兩個位置 如果這個區域開倉做淡,做淡的話 我覺得做6月份,價外1200點的恆之期券 但是如果市,揚足收市,升穿2005、200 它有機會升穿2005、200 跌下來,揚足收市,升穿2005、200 我覺得市有機會向上走的跡象會大很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膽怯一定會指折 這是第一關 第二,它沒有向上揚足收市,升穿2005、200 有機會因為它向上升穿2005、200 它跌下來,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不做指示 但是最終,如果去到5月10日,星期一頂位 200 753 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位置都升穿了 2753 基本上來說 市向上的機會都大 如果2753升穿的話 就不用去揚足收市,升穿 我都當它升穿 你會看到有些分別的 18號星期二頂位,我就要求揚足收市,升穿 10號星期二頂位,我就要求揚足收市,升穿 我都當它升穿 所以我現在暫時會傾向後高 在2005、200至2753,去找位置做淡 6月架外千二點 就找一個近一點的指示位,搏這一轉向下走 但是如果它真的向上升穿了,剛才所說的18號或者10號這個頂位的話 要小心的情況就是,我有可能猜錯事 因為現在的情況,你會看到就是美國那方面的科技股 開始有一點散散的 虛擬貨幣近期來說就開始不太行 從而令到一些高估值的,以往比較高估值的新科技的板塊 都開始不太行 但是這件事呢,反映在美國股市來說 相對性來說比較明顯一點 也都有可能的情況就是,會變成什麼呢 美國那邊開始散,但香港那邊不散 因為香港那邊其實一向都不行 但是美國那時候前一期升了很久 所以我要提防這件事就是,它上到升穿了2753 那美國不散,但香港不散 那我都一定要認輸 但是如果真的確認了,楊宗收市升穿200528 或者是升穿了2753 10號才是一個頂位的情況下來說 那我看淡倉,我看錯了 那我就會轉換位去做好倉 但是楊宇做好倉的話 這樣就不會急於向上追突破的 因為始終近期的市 近期的市就幻想了,機會比較大 因此而言,我就算看錯了淡倉 我楊宇做好倉,我都是等它回調 才節在楊宇做好倉,我會這樣做 那暫時來說,我都是向著200528 到2753這些位置去楊宇做 最主要是這樣跟大家更新的市況 那今天的主要是想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另外提一提 就是說,怕不記得 就今個星期五,28號 還有下個星期一,31號 我都請了假的,有些事情要做 那換句話說,暫時的節目 逢星期五見大家 即是說,今天見完大家之後 就下次見大家 現在就下6月4號那時來的了 OK? 星期五那時來的了 那麼,下個星期四 雖然下個星期五 收視後大約這些時間 就再跟大家見面 去進一步和大家分析 那今天講到這麼多 多謝大家支持,再見 拜拜